来到淡水亚太饭店大厅堆起了一整排的紫箱 而仔细看里面装着的竟然是饭店用的高级枕头 原来这都是饭店房间淘汰下来的 使用都不到两年七成星 市价破千元的高级羽毛枕 为了帮助淡水区的弱势团体 亚太饭店也将这一批340个枕头捐给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带动大家捐赠的这一个精神 那也希望这批物资可以协助我们淡水 一些比如说老人院还有急难救助的时候的一个使用 那我们也期望我们饭店能够以这个为关怀为出发点 能够达到这个关心我们这个淡水的一个目的 亚太饭店表示为了给客人良好的服务 所以饭店的枕头淘汰的很快 以往都是开放给员工认领 或者是捐给偏远的孤儿院 而这次跟公所合作 主要就是希望可以回馈地方 而淡水区公所也表示会将这些枕头放置在区内的收容所 或者是转赠给有需要的社福团体 低收入户等等或是一些安养单位 很有忠心 让他们能够在安置这些弱势的团体 或是街友的时候能够有一个舒服的枕头 至少它可以有一个一觉好眠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谢谢亚太饭店 它能够这样的泡砖于一的方式 那以企业实践这个社会公益责任的 而亚太饭店也表示 此举对饭店来说虽然为不主导 但也希望就这样的活动能够善尽企业的责任 并且能够达到泡砖引力的作用 唤起社会更多的爱心 记得陈伯伟 一旦水采访不到